欢迎回到这个频道 那我们一样啦 目前就讲比特币以太坊还有ADA 那这几天的交易呢就不太顺利 如果是有拿着多单的朋友就恭喜你咯 多单的可以长期持有啦 那天图呢现在看到他是在这个 这一段的前高的压力位 下一个阻力是在23000左右 他是指一个点的阻力位也是这个通道的顶端 那这个通道呢是这样来的啦 我们看到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第三个点 那第四个点可能是处于这个位置 23000左右 那12个小时呢BAROMETER PRO 固然是有一个空的信号 就是下一个信号是空的 可是目前的这个市场呢 就算他有背离了 就算他的这个RSI已经是超买了 可是还是有动力的 小时间还是有动力的往上推啊 他们可以看到六个小时级别的话呢 他是收量可是四个小时呢 他也是一个很小幅度的一个下跌 基本上就是不是一个下跌 基本上就是一个横盘 他可能就这样横横横横横就震上去了 那我本来手上是持有空单的 可是看到这个状况呢 就把这个空单先关掉了 那六个小时下一支BAROMETER PRO的信号 固然是一个空的单 可是现在的状况就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进场的位置 那多单呢是可以用小时间去追的啦 如果你是有在用这个BAROMETER PRO的话呢 可以用一到两个小时级别的这个信号去进场 右侧交易去进行 可是现在进场的机会可能就不太多了 那多单呢可能也只是看到这个位置 也不错有一个10%的利润 那这个是比特币 那以太坊呢一样的热线呢 也是一样啦就多呢 就是一个冲破的 冲破趋势线的一个状况 那最好的状况就是他会有一个回踩 才去介入一个多单 那空单现在也是会有一点危险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他是 就算他的这些指标呢都已经是往下走了 可是价钱还是在慢慢慢慢的往上推 那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所谓的这个Blue Flag的Battern 就是一个牛旗的一个一个状况 那牛旗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那一个牛旗的状况 当他一突破了就再往上冲 那以太坊呢看到下一个的主力点呢 of course 长期的话是通道的上端呢 这个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嘛 那第四个点是在这边 2200左右 这个是下一个比较大的主力点 那我们再拿一个Freebook来看看的话呢 或者是在这个165月 1660也可能是一个主力点 那具体状况也是一样 那我的交易策略呢 这是一个右侧的交易策略 是等着这个Ballometer Pro的信号 我才会入场 那现在的状况呢 只拿多单会相对的安全 因为小时间几月真的是在 在不断的往上推啊 那拿空单的话呢 做空的话就会有一点危险 那指数你会放到很大 那这个盈亏比呢 就可能不太好 那如果还是 要进场的话呢 可以用小时间级别的Ballometer Pro进场 那小时间级别固然是一些小的利润哦 那ADA呢 的天图也是一样 那可以看到它的牛熊分界线完全是突破了 那也是一样的状况 最好的状况就是它会有一个回踩 大概在 0.29到3毛之间 如果有这样的回踩的状况 是最好的状况咯 就是说在这个点介入 属于一个Retracement 介入在 0.5吧 就是3毛左右 那中时间级别呢 也是一样没东西看呢 基本上都是在缩量 可是小时间还在往上推啊 那这个Ballometer Pro也是一样的状况 那这边是有一个小空的 因为我是看到的 它已经有背离了 那这个背离呢 是 2个小时级别的背离了 你看到吗 这里是很明显已经背离了 可是它 还没下来 暂时还没下量 有可能还会再冲多一段 才下来嘛 那4个小时的Ballometer Pro 也是一个多单的信号 6个小时也是多的信号 那现在的状况就可以看到 就算你用着什么指标都好 它都会有所谓的一定失效的一个 一个迹象 可以看到明显的 有背离 可是价钱就是不往下跌 那有可能的东西 它也是一样会横盘走 走一个90度的横盘 横盘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嘛 横着去嘛 横着去 过后它才会再往上突 或者是它横着去 真的是没东西 它再往下砸 那如果手上没单的话呢 要怎么做呢 我还是会跟着我的交易原则啦 就跟着这个 Ballometer Pro的右侧信号才进 那现在多单 今天也没有太好的 可以介入的多单的点位 那空单呢 也会有一点危险 那这样的状况呢 就是不做好过做 因为会发现到 如果现在在这个位置 一直开空开空开空呢 它的这个止损会一直达到 那如果是多单的话呢 它又处于一个相对高的位置 所以多空都不利啊 那手上有单的 有多单的 可以考虑去做对冲 没单的 那就可能要等一等 等这个Ballometer Pro的信号 那同时候 我们再接下来去分析一下 这个DXY 也就是这个Dollar Index 那很多时候 交易者都会看着这个Dollar Index 就是Dollar Index呢 如果它是往上走的话呢 其实是对股票啊 加密货币还是市场都不太好 那当它往下走的时候呢 它就会对基本上的市场都会比较友好 那现在可以看到呢 DXY它是已经跌破了这个 这个趋势线啊 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第三个点 它已经突破了 那它的前压力位置呢 前压力就是变成这个support了嘛 现在就是在大概100块美金 那这个是周线啊 那热线级别是看到 它有一个背离的迹象了 而且是一个很明显的背离啊 也就是说可能它会压到 DXY压到100过后再反弹 那如果这个状况真的发生的话呢 它压到了100块 然后它反弹的话呢 代表DXY继续走枪嘛 那其他的币种 包括股票都会 继续往下走吧 那分析就是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那如果你也喜欢更多这样的每日更新呢 可以追踪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加入Barometer Pro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只需要来到我的网页 点击这个icon 这个icon 这个icon 以及这个icon 如果你对Barometer Pro有兴趣 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它会带你进入下一步 我们下一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